欢迎来到脑补时间 这是一个轻松聊脑课史的地方 主持人以及大家 大家好 首先想要先请老师 简述一下自己的研究领域 我自己主要的专长是在 计算神经科学 那什么是计算神经科学 基本上就是把生物里面这个脑 跟神经系统的这些原理 把它数学化 然后写成这个电脑程式来模拟 神经科学是跟其他生物领域 有一个很大不同的是 因为神经细胞的活动都是电的活动 电的讯号 所以它可以电学 电子学 电磁学的 这些原理来描述 所以它是很适合写成 这种数学模型的 那我们的目的呢 其实在这个领域的目的 主要是要解释 到底脑是怎么活动 到底脑的运作的原理 学习的机制 然后我们的思考 各种认知行为 它背后的原理 一个假设是 它都可以被一些方程式来描述 那这个是我们这个领域早期要做的 那后来渐渐就会跟AI这些扯上关系 那我们后面可能会提到这件事情 那所以我主要实验室的工作是在这 那当然可能会想到说 要用什么样的动物模式来做研究 那早期我的研究是偏向灵长类 在研究这种对猴子之类的 那后来呢 我开始觉得说 这些动物都太复杂了 我们的模型都简化再简化 简化到我自己都觉得说 就是有点太简单了 所以后来我想找一个模式动物是 单一个神经的这样子 这么详细的资料 是在短时间内会有的 那后来找了很久 发现果蝇大概是一个 接下来十年五年十年 会有大量的资料产生 那所以后来我实验室就跳到这个 以果蝇作为主要的模式生物 来做这些模拟跟计算神经的研究 那我们今天要听到罗老师 就是跟我们今天想要谈的 什么是契合 因为我们刚好讲的是 AI 人工智慧 那在讲到这之前 可以先请老师先对于 人工智慧这个名词做一些解释吗 好 这是一个大再问 人工智慧这个词 其实非常的模糊 因为我们通常都从科幻电影 或是新闻报章杂志上面 得到一些比较片面的资讯吧 对 没错 就是说 大家想到就是说 你不管是有个电脑程式 或真的做成一个像个机器人的样子 它展现出智慧的这种行为 那我们就叫做人工智慧 所以人工智慧 这是一个非常广的名词 但是在学术界 在我们做研究来讲的话 大致上 我们是使用机器学习这个词 就是说只要你的东西是有用到机器学习 那你就可以说这个是人工智慧的一部分 那如果在商业上看坊间各种讲人工智慧 那个通常很多都只是在吹嘘的 它里面可能没有用到这个机器学习 那在学术上的定义 我想可能不同人的定义不一样 但是我自己简单的定义就是说 你有用到机器学习的原理 那所产生的这个产品 或者是不管是你的研究等等的 那就算是人工智慧的一部分 那什么是机器学习呢 机器学习 可以分成几个部分 第一个是用一些演算法 不管是统计或数学的演算法 去学习分析一些数据 通常是大数据 分析完那些数据之后 再输入到某一台机器 对 这个机器里面就是由你用程式写接演算法 那你数据进来 它可以学完以后 它可以对这个数据做分类 或做辨识等等的 比如说图像辨识 或者是语音的这种辨识等等的 那这都是属于机器学习部分 也是可以广义的就是人工智慧一部分 那现在比较红的就是用 用所谓的深度神经网络 那它这个深度神经网络 那它这个深度神经网络 就跟传统的用这些数学或统计的演算法 是不一样的方式 这个深度神经网络里面 当然也是用程式来写的来计算 但是呢 它基本上比较没有这么清楚的这些演算法 就是说它基本上是一个黑盒子 这样讲 你把这个神经网络逗起来 然后不管几层 然后用什么样的结构 你输入进来 输出 经过学习以后 输出是符合预期的 那这个你工作就达到了 那这个也都是所谓的人工智慧的一部分 这时候我听起来很神明 这时候输入进去之后 输出就会变成自己想要的东西 那我讲一个小小的一个故事好了 早期我在博士班的时候 开始接触到这个人工智慧 跟机器学习这个领域的时候呢 那时候大部分做的都是 我刚刚讲的是属于演算法的部分 这种数学或者是统计的演算法 那这演算法通常都有非常严格的定义 然后算出来 我们知道说它是怎么算的 它原理是什么 然后那时候也有一些人用这种 所以那时候还没有DNN 就是深度网络出现 那时候都是讲说 类神经网络 层数比较少 一层两层三层 那那个时候的这个神经网络 是它的表现是很差的 它基本上是票房毒药 所以我那时候听过有一些老师讲说 你要做机器学习 就不要去玩神经网络 要专心的学习这个统计跟这个数学 去做这一件算法 那这个神经网络 为什么最近几年会变这么红呢 就是大概十年前开始有些突破 第一个是电脑运算能力变得非常的快 第二个是有一些它的这个学习 跟它的网络结构呢 有一些新的这个方法出来 就让整个在过去几年 十年左右 人工智慧在神经网络这个部分呢 一举就超越了很多过去 所以大家觉得说要用数学或者统计演算法 才做的好的东西 那后来类神经网络都做的一样好或更好 所以说 这个整个人工智慧的过去的几十年的故事 大概是这样子 虽然这个神经网络很久 大概六零七零年代就被提出来 但是一直到过去十年才变得这么兴盛 那现在的人工智慧呢 讲的 我们在讲人工智慧的时候 大部分都是在讲这个类神经网络 但是在十年以前的时候 大家讲的是演算法 是 那你在知道 就是听刚刚介绍之前 其实都会对于人工智慧有些想像 就是像是在可能 有没有可能之后 真的跟电影一样会发生 是一些一些 一些一些 一些一些 对 好 在可见的未来 我是觉得不太可能 好 因为 就是说想到像一个真的人一样 跟我们对谈 或者 这件事情 是觉得还要 还要 还要 还要满久的 那因为 这个人工智慧 虽然看起来很聪明 但是在另一个方面是非常 非常蠢的 研究灵异的方向就是 用计算神经去模拟 某一种生物模型 那他就是想要去 去模拟出一个真正在活动的大楼 这是终极目标 但是因为我们还没有那么多的数据 对不对 就即使像果蝇这么小的动物 我们也只知道他脑的一小部分的 一些比较详细的这些网络结构啊 等等的这些特性 所以那是终极目标 那现在能做到的是他某些功能 我们可以模拟出来 比如说学习记忆 然后我们实验室过去几年做的 比较多的是他的一些空间 方向感跟空间记忆 这方面的功能 那这部分呢 在果蝇过去几年 我们实验室以及世界上好几个实验室 都已经做得相当的好 所以我们蛮有信心的就是说 至少在果蝇这个程度上 一个一个脑功能呢 可以慢慢的在 它区分 对 在 对每一个脑功能 我们可以详细的解释 它是怎么有神经元的交互作用而产生的 所以最后可能就会 产生出一只果蝇吸气 对啊 我们实验室的目的是希望 希望在我退休的时候 可以造出一个人造果蝇 好 那我们下个是叫奥奇说 是人脑 它究竟跟电脑之间的 是它的差异 好 这个差异其实 有一些相近 有一些差别很大的地方 这个 这非常有趣 好 那我先讲一下 过去的一个故事 我过去几年呢 以前有读了这本书 但最近又重读了 那是一个叫Von Neumann 就是冯扭曼 他是一个数学家 但是他被称作是现代电脑的创始者 应该是说电脑架构 运算架构的创始者 他提出的运算架构叫做Von Neumann 冯扭曼架构 那我们的电脑到目前为止 都还是依循他的架构来提出 那他其实 在他 他其实生命蛮短的 后来得来症死掉 在他死之前几年 他写了一本书 那这个书就叫做电脑与人脑 他这里面比较说电脑跟人脑的差别 那我从这边开始 很简单的稍微讲一下 那他这个电脑与人脑的差别 主要是在于好几个层级 第一个是精确度 其实这一讲可以讲两三个小时 我都讲不完 那我很快地讲一两个重点 精确度感觉是电脑 对 电脑 电脑 电脑的 为什么被人类发明出来 就是为了解决数学问题 帮大家算 其实在那个 50 450年代电脑 现代的数位电脑 开始发展的这个时代 那是人类在打仗 所以运算要算一些什么 弹道 对 那这些要需要大量运算 所以电脑被发展出来 那重点就是要做精确的运算 你需要 那时候电子元件 不管是正空管 或者是其他东西 它的精确度有限 所以你要有有限的精确度的元件 制造出无限精确度的运算 所以整个电脑用来 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他在这本书里面花很多时间 在讲这方面的东西 那重点就是说 电脑的运算是序列的运算 他算了一个步骤 再算下一个步骤 再算下一个步骤 那你如果今天每个步骤 都有一些误差的话 这个误差会慢慢的扩散 一直到你算了很多个步骤之后 这个误差就达到你的 对 你的结果就不可信 所以说整个电脑 采用数位的方式 就是要来解决这个问题 在每一步都要有 可以控制可控制的精确度 但是人的神经就不是这样的 我们神经员 我们知道他有很多的杂训进来 然后你给他同样的刺激 他每次的输出都长得不一样 那这个风扭曼在书里面就讲了 花很多时间在讲说怎么办呢 那可是我们人脑 虽然我们做数学运算没那么精确 但是我们很多其他东西蛮精确的 比如说运动员 他在做他执行一个某个动作 或者是音乐家 他在弹奏乐器 其实都是非常精确的一件事情 那他提出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电脑是有可以做深度的运算 他可以做很多层 但是他是序列的运算 他一次就是做一件事情 就是一步一步把它做完 但是人脑是做平行的运算 就是他有很多很多元件同时做 但是他做的层数没有很多 一层两层三层就做完了 所以电脑是比较专一性的 只做同一件事情 就是一个时间做一件事情 然后他可以做很多层 那因为他精度能控制 所以说他做很多层 可以完成这件事情 可以达到你要求的精度 但是因为人脑没有办法 所以说他的方法是 他很多元件一起做 但他做了两三层 在这两三层之内 这个精度的损失不会差很多 所以说他能保有一样的精度 但是他同时运算 那这个是一个他认为非常有趣的 电脑跟人脑的不同 那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不同 就是电脑跟人脑在记忆这件事情 他在这等数里面 也花了很多时间在讨论记忆 好 在表面上有很多雷同的地方 比如说我们知道电脑 他的记忆 他有所谓的随机记忆体 然后有硬碟 对对 那随机记忆体存的时间非常短 你电脑关系他就没了 硬碟的话可以存很长时间 所以电脑有这种短期长期的记忆 很长这个 很像 对对对 还有更短期的叫做 英文是cache 中文可能叫做 暂存区 对暂存区 好 那人脑呢 其实我们也常 如果有了 念了一点点认知神经科学的 我们知道也有短期记忆 中期记忆 长期记忆 在这个表面上看起来很接近 但是往下一点点的时候 就发现是完全不一样 冯永曼的架构呢 他的电脑的架构是 计算单元跟记忆单元是分开来的 所以计算单元他要算 比方要算A加B 那A是多少 B是多少 他要去记忆单元里面去把 这两个值拿进来 运算完以后的结果再送回 记忆单元把它存下来 所以运算单元不管记忆 但是记忆单元不管运算 好 那对对 他用这样的架构有他的 有他的道理 在那个时候对硬体来讲 这是最好的方式 但我们知道人脑不是这样 我们人脑从来没有找到说 某个地方只负责运算 某个地方只负责记忆 我们的运算跟记忆是合在一起的 就是神经元呢 他算做运算 但是他输出 他的输出到下游的时候 一个上游的神经元 跟下游的神经元之间的 这个连接的强度就是 就是某一种记忆的形式 那这运算跟记忆其实是合在一起的 这个叫做 in memory computing 就是在记忆体内的运算 那后来现在有很多一些工程上讲什么 仿神经工程就是要把这个 这种原理应用到新的电脑 所以说大家如果最近可以看到很多 在硬体上讲说要突破缝扭曼的架构 要突破缝扭曼的架构 要有新的电脑 这个其实讲的就是这件事情 所以老师觉得 你的记忆跟计算同时发生是比分开还好吗 在应该是说现在的硬体呢 可以达到这样子 那它更有效率 那在过去传统的缝扭曼架构里面 会遇到一个瓶颈 就是说你这两种单元之间在传输的时候 如果你运算大的时候 你会卡在这个传输上 对对对 那如果你都在同个地方 同时做运算做记忆 你就不需要把东西搬来搬去 对对 那所以说人脑跟电脑的不同 我大概就先讲到这边 那这几个已经是非常有趣的事情 对 那它现在是关于AI它的限制 或是它的突破或是什么 就是它对于现在的这些 对 就是电脑我们知道 都已经一直一直在进化了 对那还会有什么突破 对 好电脑 那我们现在讲AI好了 AI我们再讲到就是说深度神经网络 现在一些大家在电视上看到 新闻上看到这些非常可怕的突破 大致上都是从深度神经网络来的 好那深度神经网络 那之前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在下围棋嘛 对对 下围棋的时候对 然后经过很多训练以后 它就打败世界上任何的这个 这个 对对的 对这些都都没办法突破 都没办法赢过这些深度神经网络所做的运算 好所以它的突破在这边 然后另外我讲一个突破是过前一两年吧 这个美军他们就想说到底未来无人机会不会赢过由驾驶员所驾驶的战斗机 我觉得这个想法很好 这是很恐怖 是很恐怖吗 对 所以他们就 就是有一家公司就帮他们做训练 就是拿了很多这些资料 然后训练一个AI的驾驶员 然后所以说训练完以后就是那天的这个比赛 就是他们头对头的这个两个飞机这样飞过来 然后开始做缠斗 好那结果呢是跑了几次 六次还是几次 好那 那人类驾驶员全部都输了 然后人类驾驶员请的是谁呢 就不是什么泛泛之辈 是美军的战术教官 所以等于是说他们做这种缠斗的最厉害的人 好 那就输了 那输了他就讲说 他觉得他在跟AI的在比的过程中呢 这就等下要讲到我要说的重点 他发现是这样子 当头对头两个在飞的时候 到某个阶段 我们人一定会拉开来 是 因为你不要 你 最重要的是不想死 最重要的是不要死 所以人其实都有一些 一些某些限制在这边 都有自己的意识 对 你不想死 但是AI他是AI非常的熊 他不管 他就只找你冲过来 对 所以我先拉开来的时候 基本上我就 这一步就开始输了 好 那 所以 我可能会赢 对 所以AI是这样子 AI的训练是 他在很多地方 就是他可以不管我们人会做想要管的事情 我们人都有一些先天的 你说是被制约 或者什么 或者我们要保护自己 或等等的 某些我们要做的事情 AI不管 那 所以说未来在战场上 比如说AI他的机器人 他就会不管他死也无所谓 对 好 但是这里就讲到说 因为这样的事情 所以AI会犯一些很蠢的错误 就我们人不会犯的很蠢的错误 好 不管他在辨识上 他辨识猫啊狗啊等等的 他没有办法辨识的很好 好 他这个我们一百个人 一百个人都认为说这个是狗的 可能 哎呀有时候会 这就是猫 那这些错误呢 在某些领域上是不可饶恕的 好 比如说自驾车 你辨识错了 那你撞上去人就会死掉 所以说这个就是他最重要的限制 他在某些领域 如果有些犯的一些错误没有关系 但是他可以省很多钱 那他就很多用途 但是在某些地方 当你这个错误是不可饶恕的时候 那就没有办法 对 那这等下会提到跟医疗有关的 好 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第二个他的限制是 他需要大量的资料 来做训练 所以说很多一些我们听到一些AI的领域 他们在有个计划挖抱子上吹得多多多多香 对不对 但是我们看到如果看到他的领域里面 他这底下他的资料根本不够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他在骗 要么他在骗 要么他其实根本就不是用AI 他用别的方式来来做 好 比如说写一些比较简单的逻辑式的运算 来做判断等等的 好 就不需要大量资料来训练 好 那这个也要讲到一个故事 好 就是AI在训练 要认识 要学会猫或狗等等都需要几万张 几十万张图片来训练 但我还记得我的小孩子 我女儿呢 她大概一岁多的时候 刚开始那时候要训练 她认各种各样东西 所以我就给她看猫的图片 一两张图片 她认识生猫 对 这个看小孩子的发育 这个学习的过程 其实会让你有很多的这种想法 那这个 她看一两张以后 她就知道这是猫 她到街上看 她就马上猫出来 她就知道这是猫 所以她学习得很快 对 然后呢 更重要的是 给她看卡通的猫的时候 她也知道这是猫 就是抽象了猫的画法 她也知道这是猫 因此呢 这个AI跟人学习的能力 其实差很多 当然有人认为说 这不公平 因为人是有演化 我们肯脑里面 预先装载了很多东西 所以我们不需要 花那么多时间去学 那AI没有 所以如果AI 你让他学好很多东西 再让他多学一点的时候 他可能很快 好 那这个是 当然是有可能的解释 那代表说 AI的领域 还有很多地方 需要慢慢的进步 那刚刚老师 你刚刚有提到 就是AI跟医疗 他常常应用的例子 他是想写什么 对 现在目前最成熟的应用 当然是在影像 医疗影像上的辨识 比如说帮忙看 大家最常提到就是 视网膜底下的 做视网膜的检查 那医生 这医生 他们训练过程中 都要学习 看很多这些影像 或者比如说 肺部X光的影像 去找一个 切片 对对对 这些切片的影像 那AI在这个领域上 是还做得蛮不错的 他们可以开始帮忙 医生 有时候甚至看得比医生准 但是这也有讲到 这是他的发展 但是他讲到一个限制 这是因为AI 会犯于此的错误 所以他永远不可能 取代医生 他可能作为一个辅助 对 就是说最后医生 还是要看过一次 了解 把一些 可能很明显是有 医生的经验 知道这个是有癌症的 那但是呢 他没看出来 所以 AI没有看出来 所以医生可以 在这个地方 来协助 来做最后的决定 那这里就讲到一件事情 就是要提到这个 Watson 叫做 当初 IBM 他们很多年前提出一个 说AI医疗 这个他们这台成立的公司 买了很多其他公司 叫做Watson Health 这样子的一个公司 好 那他们要做的就是 要做AI医生 AI 所以他们 AI完全取代医生 对 所以说他们的野性很大 就不只是看病理切片 这当然是他们其中 某一些子计划的部分 或做一些什么 基因的检测 基因的分析等等的 但是他们希望说 能够取代医生 好 结果呢 今年他说要把他的这个 这个公司卖掉了 失败了 对 失败了 对 因为还是很难 因为医生有太多的 这个know how 当初他们为什么会想这样子 因为他们认为说 这每年的这个论文啊 这么多 这些病例这么多 医生不可能全部看过 那如果有能够有AI 把这个几十万个 这些病例都看过 那他的knowledge 应该会比医生还多 结果是 虽然是有些地方做的还不错 但是一样就是说 他会犯起很愚蠢的错误 让医生无法忍受 对 那最后就是说 他的 在很多地方的结果 不符合预期 所以 代表说 现阶段医生的诊断 这件事情跟医生的经验 还是不能被取代的 他可以帮助看病 你切片 但是这部分还不能 但是当然是说 现阶段不行 十年后 有没有办法 这个我们不晓得 这个领域进展得太快了 所以任何人 包括我在内 我都不敢说 三年五年以后 会怎么样 那这样听起来感觉 人类的经验 好像略是从年前的话 对 人类还是蛮重要的 对 那老师认为 就是AI 还可以就是说 医疗 医疗 还有什么方面 可以去衍生 像有一个讲到 一个很重要 现在非常 hard的一个题目 就是这脑机界面 每天讲到什么 这个 Elon Musk 马斯克 对 马斯克 大家都知道 他做什么 太空船SpaceX 还有做这个车子 自家车特斯拉 对不对 那另外这个脑机界面 是他现在的一个新的东西 那他希望是说 把很多电机插到 人脑或动物脑里面以后 可以去解读我们的思考 可以用来控制 是让人脑跟电脑连结 对 那这个部分呢 有很多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 一件 一个领域 那过去其实 他不是先开始的 那学界有些人不太喜欢他 是因为他这么有名 大家认为好像是他先开始 其实这个领域已经走了 很多很多年了 那这也不是他一个人做的 他要做的他也是 找很多各个实验室的大学的专家 进来一起做 好 那在这个领域里面 有一些什么材料科学 要去完成 比如说你这个 这个电极插进去 不能破坏太多的大脑 那你必须要插很多根电极 你才能量到过多的神经元的咨询 那当然跟AI有关的就是 你这么多数据 比如说你能够测到一千个神经元的资讯 他的行为 他的活性出来以后 那你要怎么知道 这到底代表什么意思 那这就是要由AI来分析 好 那这个部分就是AI可以带来帮忙的 很有趣 用AI来读人脑的 动物脑的资讯 然后来了解说他是做什么 那这部分倒是大家还蛮乐观的 好 当然这个人愿不愿意让你 我想我们大家都不希望人家 把一堆电极插到大 为了要控制机器人 对不对 但是对于比如说有这个半身瘫痪 或全身瘫痪的人来讲 这个是他们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重要 所以这部分其实已经有一些实验在进行 他们就是早期的瘫痪的病人 对他来讲他能够控制他的轮影 或控制机器手备去帮他做事情 那当然这是非常好的 所以这个领域我想在未来的发展 大概会相对的快速 对那对于人类的帮助也很大 那当然对于我想各个领域都有用 比如说如果一个操作员 他可以排除用手操作的时间 直接用思考去控制机器 有可能会控制的更快更好 这是大家在想象的部分 这个有点像科幻电影上 对对对对 这部分我觉得是在短期内有可能可以达得到 短期内有可能 短期比如说是五年三年五年 可以 对这部分其实已经都有在做了 只是会说越做会越做越好 那看你的要求是什么 要用它来控制机器手备 这部分应该可以达到 只是说因为如果是要插到大脑里面的话 这应用范围是会非常狭窄 所以你戴个帽子不用插进大脑里面 戴个帽子 就量脑表面的电流脑波来做到的话 那这个能够做到 这个就可以有非常大的应用价值 对 因为现在目前我们好像都看到工厂上 就有很多AI方面的应用 像是用机器手力搬货取货包货之类的 对 不过那个就可能跟人操作有关 那个是他学习 就是他经由训练和他学习自动做 人不用在旁边去帮忙 那当然你如果能够接上人脑来操作 这可能是另外其他的应用 那谢谢今天老师分享了这么多精彩的故事 那我们下一节 一样会继续邀请罗老师来 回应更多大众对脑科学的疑问 OK 好谢谢主持人 也谢谢大家 谢谢 那在另外呢 今年年底图书馆上会举办一个 勤大脑科学中心的展览 那也欢迎大家来去参加 那我们下次再见